一对夫妻 在乡下种地 教菜 养孩子 开民宿 租了两亩菜地 三亩稻田 养了两只孔雀 挨着一棵百年银杏古树 建了个房子 和家人一起生活 田袋闲逝 平凡却不平庸 在这三天 我时常看到孔雀 在院子里踱步 猫咪慵懒 谁也不打理 公鸡五点钟 就爬上红砖打鸣 虎头虎脑的蹲蹲 跟着奶奶一起翻书 一一帮助我 回忆童年的游戏 在这三天 伯伯一直光着脚 去哪都不穿鞋 我们去菜地 找最大的西瓜 去田地里 产着泥巴 一起做少头 然后带了一瓶回家 我在民宿 读完一本书 看着头顶 光线移动的轨迹 推开窗户 就能看到 眼前碧绿的稻田 我假装 自己是个农民 去厨地 摘菜 捡鸡蛋 过一天 只关心粮食 和蔬菜的日子 站在门口 吃个西瓜 我感动 燕子和威哥 为了理想与生活 所坚持的那份美好 与责任 我感动 变完燕子用口琴 吹出的歌声 还有黄昏的时候 那夏天的我侠 这家民宿和土地 连接得那样紧密 接地去又舒服 我在这里不是客人 而是主人 我喜欢这家民宿 散发的草木香气 和土地气息 它的建筑 空间 家具 不是我看到 顶好的那一类 但就是能够留住人 并且让人 不会想特意装扮 就想光着脚踩在这里 在除月的每一天 根要扎在土壤里 与风一同生存 与种子一起过冬 与鸟儿一起歌唱春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